妈妈她在开车 还有40多分钟就回到爸爸家了 回去要叫爸爸拿鸡出来汤 如果不汤就要放到笼子里面去 要不然天气太热了 知道吗 这个是土鸡要拿来炖汤才好吃 如果你想吃烤鸡的话 感觉再叫爸爸去买别人买的那种鸡 那里有啊 土鸡拿来烤鸡那么好吃 知道吗 哪里有鸡啊 拿来炖汤有营养 你在干啥呢 不懂 你在看空间 这叫什么车你知道吗 钥匙车 钥匙车 那个我 不懂 你就懂这个叫钥匙车 妈妈这个车跟爸爸钥匙那个车是一样的是吗 谁就叫成钥匙车 还有60多公里 看到大红车吗 这个路好像没有大红车 有啊 没有 掉了 会让你们看下广西的风景青山绿水 这里是哪里还记得吗 5点半 那你慢一点吧 妈妈就送你到这里了 那么慢点 省得送到商店那里提东西过来 小孩子有点累 就回到小河住的地方了 开了半天的空调 房间还是热乎乎的 一边吹着空调 一边吹着风扇 我终于体会到住在楼顶 是多么多么的热了 一会再把这个床单给换一下 不然现在盖这个不适合太热了 这个适合冬天盖 这一次开车回来特别的累又疲惫 都是硬扛着 然后就是去服务区休息的一会 就是洗把脸的功夫又出发了 因为也没睡好 晚上都是忙着剪视频 白天干活拍视频 虽然说你们看到只是几分钟的镜头 不可能你去干活干两个小时 你要拍两个小时的镜头啊 所以说有很多人说 要跟小河学习拍视频啊 真的拍视频要讲究角度什么的 婷婷跟我学习 她也知道有多辛苦 每天都跟着我去干活都散开了不少 像现在你看我也是晒得黑不溜秋的 当时的时候 住房子也是着急 想着回柳州有个落脚之地 就住在这边了 因为柳州的天气 热的不是很早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 就是等于是夏天来临了 还感受到 满头大汗 袁袁跟猪妹妹我已经送回大哥那里了 因为我这次要去带货嘛 机票什么的都订好了 是从柳州坐车到南宁 然后在南宁注意晚上 22号的早上在出发啊 坐飞机去那个宜昌那边 然后25号回来 25号是从宜昌坐到广州 再从广州坐到柳州 回到柳州的话就是晚上 10点半左右了吧 呃 这次送袁袁回大哥那里了 主要是说自己去外地也放心一点 如果说 本来也是说去那么几天 当时也想着 如果把孩子放在外婆家的话 他肯定不适应什么的 加上在外婆那里 就他们两个站在那里玩耍 也没有其他小朋友 跟他玩 爷爷也没有出去玩 跟外婆的语言交流 也不是很方便 虽然说我妈是柳州的 我妈她是广西河池渡安的 然后舅舅他们搬到柳州穿山 我妈也有十几年没回来这边了 我妈她说那个是壮话 说的不是贵柳话 所以说跟颜颜也沟通不来 呃 说的普通话也不标准 这一次你们也看到 回来的时候 我妈也是比较舍不得他们两个的 煮好了 就是 撒好了鸡 叫我们打包回来煮 我说不用啊 老妈也给我鸡 给我带回来 然后 给小孩子拿来煮来吃吧 反正 呃 在我这边的话 我也可以照顾 就是说我柳州顶有点热 小孩子他们也不太喜欢 想着 他要回家 呃 找乐乐他们玩 在水连村也不要有饭 不管怎么样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 呃 他们永远是我的牵挂 世界有他们 我会感到很甜 这也是回去的话 本来是说要待两个月的 反正 疫情嘛 北海那边也有 我们老家也有 所以说 呃 做好疫情防控人有责 呃 早点回来好一点 因为万一又怕到所有什么突发情况啊 什么的 小孩子他们要读书 早点回来吧 免得在那边隔离回不来 就有点麻烦了 其实 说句实话吧 最近也是有点心情不愉快 就是因为网络上的评论 也非常感谢支持小河的朋友们 啊 看到你们的 评论 为小河鼓励加油 也看到你们的失信了 所以说以后少做一些 闲吃萝卜蛋操心的事情了 也很感谢这个平台 让我看清了我身边 啊 某个人某个人 真的很感谢 所以接下来的路 我应该是走得更加的成熟稳定 是一致 长一致 也是一种经历 我不后悔我做的任何选择啊 不去那种磕磕碰碰 才哪里发现身边的小人 是不是啊 有时候做网络这个平台 真的因为有一些评论真的很累 所以说不要去跟那些评论较劲 但我还是非常感谢啊 有个人一直在我身后默默的支持我 鼓励我 每当我想放弃做自媒体的时候 他都好好的开导我 有时候看到我妈妈这么的不容易 我们作为年轻人 作为子女 就要好好的努力 就是把 先把自己照顾好 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会累垮的 才有更好的能力 给小孩子更好的 才能帮家们分担一些 谢谢你们 对小和的默默支持和关心啊 小和也会好好的啊 那我们下期见了 然后我就换杯套 早点休息 一个人的生活 不管怎么样 坚持就是胜利 我身后还有你们和支持 多谢 明镜吃 我们下葱 我们下葱 刚 咱咱 咱咱呛 拐 感谢观看